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今天我们老板要来顶礼 顶礼要心血于顶藏了 你们两个等会好好表现 北开那有客人吗 你不介绍一下吗 衣服不都在那里吗 自己没啥已经看了 真的是 当个打游戏 威尼你好 有什么能够帮到您 我看你们家衣服都挺好看的 可是我都165斤的 你能帮我搭配它吗 没问题 我看你就是典型的苹果型身材 你放心交给我吧 我带你去选给它 美女像咱们这种苹果型身材 确实不适合这样穿 要不你试一下我手上这条 高杨胜当设计 弹力还特别大 穿上去又显瘦又显腿长的 行吧 那我去试一下 行 我再给你搭个上衣 好 来美女 明天找我一件上衣 好 我说啥子 这种人的链接 又肚又肥了 能买得起吗 别当过你的时间 你小声点 人家会听到的 再说来点时刻 听着就听到呗 就是要让他自己 直办人处 你看看又肚又肥了 观众的业绩这么上 他能买吗 哎 老板 哎 你眼光真的不说 给我接着这个裤子 真的挺好穿的 看这裤子累不累呀 不会呀 你看 这裤子感性这么大 而且高腰的把我大肚子全都给折起来了 穿着还蛮酥的 我还是第一次穿这种裤子 我还挺喜欢的 你喜欢就好 我会好好打扮自己的 行 那打包吧 不用了 其实啊 我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娘 啊 那刚才为什么穿成那样子啊 今天不是要选店长吗 呀 通过考核的 以后这个店 你就是店长了 我不太合适了 我才来 没事的 服务行业 就在里面服务态度 我相信你可以的 先去忙吧 好的老板 喂老王 我们店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二毛的 对 不管是不是老运工了 明天我不想要的 直接开出吧 好